大家好,歡迎回到G-Mine有GESO的時間 上個月帶了大家去新浩影會新開的水上樂園室內的部分參觀 因為當時4月室外的部分還未開 今天就帶大家去看室外的部分 這次也是長假期,我也是住巴黎人 因為巴黎人走過來非常方便,5分鐘便能走過來 進來也是跟著新浩影會水上樂園的水牌一邊走 你已經看到這次的佈置和4月時已經不同了 現在已經變成了很可愛的鴨仔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早上11點 來這裡打算吃點東西才上去 所以這些小朋友玩樂區還未開 到我們玩完水上樂園回來 這裡就已經全部都是小朋友在玩 大家去水上樂園之前 記得在鴨仔旁邊有新的打卡位 拍照很漂亮 然後沿著水牌便會上到上一層的麥當勞 我們就在麥當勞醫了肚子 然後就進水上樂園玩 因為是12點開的 我們吃過brunch 吃完brunch便走去水上樂園 在麥當勞再直走便會看到水上樂園的牌 這次和上次不同的分別 就是上次是非常少人的 因為那時候是開幕第二天 還有那時候還是天氣涼 而這次就是5月底的 週末已經很熱了 所以這次比我們上次多很多人 這裡就是我們進去準備換手帶的人龍 雖然在網上買了票 但是也要在這裡換這個手帶 排隊排了大約15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就入閘了 最初我們也不知道室內的水上樂園 是不能通到室外的水上樂園 我們就照樣像上次來一樣 先進去更衣室 這裡就是更衣室 它有些家庭更衣室 然後來到這裡就可以拿毛巾 毛巾 好像酒店一樣免費 所以來便不用自己帶毛巾 這裡就有一拉鋤 而Locker也是免費的 鎖了一些重要物件之後 我發現原來室內的部分走不了室外 要經過門口 通出門口 然後看到門口一進來 這個位置才是去戶外的 所以你很容易錯過戶外的入口 因為如果你掃完之後就進入更衣室 進完更衣室就直通去了室內 我剛才也中了入室內 因為我以為室內玩完再可以走出去室外 但原來不是的 是要走入更衣室再穿回門口才去室外 由室內走出去室外的部分 起碼要走5至10分鐘 比我想像中軟 現在帶大家快走一轉 走到中間這個位置 就有一隻很大的鴨仔 這裏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拍照位 但其實都未到 他真的玩上滑梯的室外那部分 還要走一段路 但由這裏開始 其實已經有些水上活動可以玩 例如這個走上去 你就會看到下面的漂流河 而這個漂流河 其實是以前 Studio City酒店的泳客 可以進來玩的 但他現在已經解了為水上樂園的一部分 即是如果你現在在Studio City住的話 除非你的套票是連同水上樂園 否則就不可以進來這個位置 只可以去酒店的泳池游泳 由於我現在是中午 剛剛入場 沒多久的關係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進來的人 都是穿過了這個Changing Room 直接進了室內那部分 而不知室外那部分 其實是要穿回門口再出去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泳池 是非常之少人的 雖然剛才排隊是有一群人 但現在進來的室外那部分 基本上是吉的 任你玩的 你看這個泳池多棒 到下午就完全不同了 我一會兒再拍一拍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下次來 記得如果不怕中午睡 就先玩室外再玩室內 因為人的直覺是 進完Changing Room 就直接進水上樂園 就打算玩的 大家都沒想過 原來是進完Changing Room 再出門口 才可以進入戶外的水上樂園 所以大家 大部分的人都應該玩完室內 先去室外玩 所以如果下次你有機會來 就記住 不想和人逼 就玩完室外 才玩室內 其實走了這麼久 我們才真真正正去到 戶外水上樂園的正式入口 這裡才是它正式入口 而這裡也有一條Locker 所以如果你進來 不去Changing Room 你不需要換衣服的話 譬如你已經穿了泳衣在裡面 你可以直接走進去 在這裡用這裡的免費Locker 這些Locker也是免費的 這裡有一間小店 可以買泳衣 或者買拖鞋 太陽油 也有 這裡就是正式戶外的入口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戶外 究竟有什麼玩 當你穿過了這個時光隧道 之後 就向右手邊看 你就已經看到它水上樂園 室外的部分 現在看到這幾條滑梯 都是驚嚇程度沒有那麼高 所以就是給小一點的小朋友 或者年長一點的人 都可以玩這裡 其實它這個設計 跟室內的部分 小朋友玩樂區的部分 是差不多 好像一模一樣 不過一個放在室內 一個就放在室外 現在的時間 大約是1點鐘左右 你看到是非常少人 依然都是任你玩的 雖然現在是Long Weekend 好了 經過了這個小朋友玩樂區之後 就是這個戶外水上樂園的重頭戲 這裡就是有五條 驚嚇程度高很多的滑梯 你只看這五條滑梯的名字 你都感覺到它是有這麼多刺激的 而其中一條 就是好像水上樂園的 站在那裡 直衝直插下去 那我當然沒有玩 還有要跟大家說說 這裡和海洋公園水上樂園的分別 就是 如果你去海洋公園水上樂園 你可以拿著自己的電話 只不過你要套在防水套裡 困在一條頸 你就可以拿著電話到處去 射滑梯都可以 但是這裡就不行 是不可以帶著電話去射滑梯 所以你要是Locker 要是要有人看著 就是這樣 我都不能帶著電話 拍攝射滑梯給大家看 另外這裡 這個地方我很喜歡 因為給小朋友 我覺得很可愛的滑梯 如果你有小一點的小朋友 一定要來這裡玩 他這個好像把一個 大滑梯縮小版 你看看 小朋友坐著水扑在那裡滑 多開心 因為我兩個女兒大 就不肯跟我來這裡玩 我嘗試自己 上去想著滑梯 誰知道他說 對不起 這裡是給小朋友 如果你玩水扑那個 就要有一個小朋友陪你玩 你才有得玩 因為那些電話 他不讓你帶去射滑梯 那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玩 又沒有人幫你看著電話 你就唯有放在這些儲物箱那裡 然後再走過一點 你就見到一個粉紅色的小沙灘 這裡很明顯就是給你打卡拍照 然後在這個粉紅色沙灘拍照 我就走回來這裡飄流河 你看看飄流河多寫意 我覺得室外飄流河非常放鬆 我喜歡室外飄流河多於室內 但小朋友就喜歡室內的飄流河多於室內 因為室內的飄流河的飄流河 因為室內的飄流河的飄流河很急 所以室內的飄流河 走到累了 就躺在這五條上滑梯下面的沙灘椅裡 休息一下 順便看看這幾條上滑梯有多高 多宏偉 聽著人們不停在尖叫 大家看完它 約中午的時間幾少人之後 我就讓大家看看 到下午 差不多五點多 我去完室內 玩完一輪 再出回室外 你就看到 嘩!完全不同了 這裡已經非常多人了 下午的氣氛很明顯是不同了 他現在還在泳池旁 弄了這個泡泡機 小朋友看到泡泡 玩得很開心 我大人看到也很開心 我覺得這個挺特別 要去不停 隔幾分鐘 又發一次泡泡 隔幾分鐘又發一次泡泡 無論你是玩 或者是拍照 這裡都真是一流 我不是喜歡太吵吵的地方 所以我就走過來這邊 再看看有什麼靜點的地方 讓我發現這裡有一堆沙灘椅 是完全沒有人坐的 所以如果你想自己靜靜的 就可以走過來這邊 休息一下 看看環境多美 好像去了外國 室外的部分差不多看完 現在帶大家進入室內的部分 看看我們上次來未開幕的餐廳 去餐廳就要進入室內的部分 然後一進到門口 你就看到有條樓梯走上一樓 這裡就是整個水上樂園 唯一一間正式可以坐下來吃東西的餐廳 它有很多小食亭 但是都是賣飲料 賣飲料 如果你真的想吃正餐 就要來這間餐廳 雖然這裡的水上樂園 你可以無限次出入 但其實你穿著泳衣 你都不會走出去吃完東西 再進來 所以你也就像我們這樣 去麥當勞吃個重點的brunch 然後來玩全日 又或者你就要光顧這間餐廳 這裡有薄餅 有餐廳 有三文治 我看到它雖然價錢當然不便宜 但是份量也夠大 如果未看過另外一條影片介紹室內的部分的朋友 就可以現在看看室內的環境 你看下去其實也不算太多人 再提提大家如果想玩Watersurf的朋友 記得穿長袖泳衣和毛拉鏈那種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這裡很少人 穿得適合規格而可以去玩 所以這裡基本上是任玩 我也玩了兩次 我第一次玩 我個人沒有反轉 所以很有成功感 很開心 今次的介紹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來這裡玩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澳門 如果大家有時間 或者有興趣去澳門 記得看我另外的幾條 澳門之旅玩樂篇 住宿篇和飲食篇 拜拜 拜拜